大家好,小伙伴们大家好,指望大家是摸左,更新了 更好的材质优化,我们的左上角还有左下角已经是完全优化了 左上角的阳光,钻石,金币已经完全进行了材质优化 同时我们的左上角也增加了经验条的显示 如果僵尸被植物打死的话,我们的左上角就会获得一定的经验加成来进行升级 有了经验条之后,大家就可以在游戏里感受升级的乐趣 左下角的能量斗也是进行了大改 现在的能量斗条看起来更加的舒适不违和 游戏里的个别模型也是进行了修复 比如说我们的爆米花,玉米,转心菜,脑子 现在我们的脑子变得更加的真实了 还有辣椒,紫荆块比以前来说变得更加的符合MC的感觉 紫荆垫的矿石也是变得非常的符合MC 变得更加好看了呀,真的是不灵不灵的 重点摔下我们的坚果树 坚果树修复以后变得非常的符合MC 树叶也是变得非常的树叶 没有以前的绿色那么乍影了,感觉就比较的好看一些了 我们的爆竹也是感觉更加的舒服了 还有我们的坚果树掉落的坚果 这个坚果它真的被改成了一个坚果 这就是我们材质的一些修复了 大家可以自行探索 植物卡槽系统 这个版本新增了植物卡槽 当我们手持植物卡时,这个卡槽会自动弹出 目前只拥有四个卡槽 也可以用代码对卡槽进行增加 现在我们就拥有了六个卡槽 只用这个卡槽的方式就是按住shift 可以进行轨轮操作,把植物卡放进去 就是这么来回操作就可以把植物卡都给放到卡槽里 如果你手里没有植物卡,它就会弹不出来 当植物卡已经全部放进去之后 我们就可以用shift来进行卡片切换 就不需要占用背包格子了,非常的方便 大家就可以利用这个卡槽来进行更方便的植物大僵尸了 当然创造模式下可以换到一个卡片背包 打开背包之后,就可以对你的植物卡进行顺序的操作 也可以储存一些植物卡片 当然了,它只能放植物卡片 物品是放不了的 模组还处于在开发状态 相信在不久的之后,这个背包就可以在生存模式下进行合成使用 植物解锁机制 一直以来我们的等级系统一直都跟阳光上线有关 我们的一级是有1000阳光上线的 升到10级以后,阳光上线便会增加 现在我们的植物卡跟等级绑定了 就比如说我们手里的大嘴花吧 它需要到达40级才可以进行种植 每个植物都有不同的等级要求 再配合左下角的等级系统 让游戏更单有阶梯化的感觉 同时我们也增加了一些优化 我们的植物如果没有解锁的话 左下角就会显示尚未解锁 阳光不足时,左下角会提示阳光不足 这就是我们植物卡的解锁系统了 当我们到达了左下角等级之后 才能进行对植物的一些种植 后面讲到的袭击挑战也会解锁部分植物 当然指令也是可以解锁的 同时创造模式下也进行了优化 植物卡和体验卡进行了分离 和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 玩家自爆 现在开始玩家死亡后 就会掉落自身的阳光 把我们杀一下自己啊 我们的身旁就会出现一些阳光 我们出生之后 阳光就只有50了呀 刚才有4000多阳光呀 不过我们掉落出来的阳光是有上限的 被暗杀了呀 自定义袭击 植物大阳尸模组作者 开发了一个新的模组啊 叫做自定义袭击 专门用来配合植物大阳尸 只能通过左下角代码 就可以进行袭击 类似村庄的截略袭击 发出来了5个袭击者 当我们在规定时间内 摆在僵尸打死 我们就可以获得奖励 胜利之后 我们就会获得一些战利品 其中的奖励也是包括一些 不能合成的植物卡 玩家也可以在游戏外的数据包 进行自行编辑 来设置僵尸的入侵种类 以及数量 新增附魔 这个版本新增的两本附魔书 分别是合理秘植 瞬间冷却 当我们给植物卡附魔 瞬间冷却的时候 种植植物的时候 它会有几率 瞬间冷却 同时这个版本 无土栽培进行了强化 比如说我们的水冰菇 它就可以直接种在陆地上了 不用种在水里了 当我们更强力的 机箱生肉卡 附魔了无土栽培之后 不需要种植在双枪生肉上了 可以直接种出来 包括我们的猫尾草 也是可以直接种出来了 太强了 可以让进阶植物 不需要依靠任何东西 就可以直接种出来 老版本的春能附魔 改名为能量释放 当我们给剑附魔之后 就可以对着植物 进行放大招 来吧 向日葵 只不过是改了个名字 旧版的爆发附魔 改名为能力觉醒 在植物种植的一瞬间 可以让植物有几率放大招 看这个植物一上来 就放了大招了 最后介绍我们的合理秘植 这个版本对难度进行了提升 当50格范围内的植物 超过了50个 我们所消耗的阳光 就会植树级增长 例如我们初始的弯道士 就只消耗50阳光 放出来只消耗了50 但我们在已经超过 50格植物的时候 这次我们不再消耗50阳光 而是消耗了100阳光 直接翻了一倍啊 但是当我们附魔了 合理秘植之后 就会减轻这个症状 它还是消耗50阳光 而我们没有附魔的植物卡 还是消耗100阳光 这就是合理秘植的作用了 大家听懂了没有啊 这个版本修复了两个bug 以前我们对着水 是无法种植物来的 而我们现在只要轻一点 就可以把植物给放出来 修复了另一个bug 就是在荷叶上 放第一次的bug呀 该植物不能种在此处 上个版本 我们的第四可以种在植莲上 而现在就不可以了 模组联动 这次呢 又与配置界面模组联动 搭载此模组之后 可以使游戏内的配置文件 进行HIP化 现在大家就可以通过HIP化 对游戏内的配置 进行参数设置 自己来调试植物代仰师 这才是植物代仰师 与MC的灵魂搭配 到视频为止 这就是这个模组 目前更新的所有内容了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可以把建议打在评论区啊 目前作者还是学业比较繁忙的 模组还在开发状态啊 相信更远的未来 这个模组 也是会将植物代仰师的全貌 进行更好的呈现 好的 我们下个更新视频再见 拜了个拜